2007年10月,嫦娥一号整装待发。 这是中国深空探测的第一步。 科学家们为这次探测拟定了一系列科学任务。 其中包括拍摄一张清晰、完整的月球表面三维立体影像。 分析月球表面可能有用的元素和物质。 探测月染厚度和分布, 以及对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空间环境进行研究。 2007年10月24日18点05分, 嫦娥一号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护送,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期升空。 发射第148秒,火箭一二级分离, 第243秒整流罩分离,火箭飞出了大气层。 第1473秒星舰分离, 嫦娥一号开始入轨。 10月24日18点45分, 嫦娥一号建立巡航姿态。 19时, 嫦娥一号太阳翻板成功展开, 开始吸收太阳能为卫星供电。 19时10分, 嫦娥一号准确入轨。 嫦娥一号飞出地球, 是像你想象的一样, 一飞冲天, 直奔月球而去吗? 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个飞行轨道示意图上可以看到, 嫦娥一号的飞行轨迹很像运动员扔链球, 通过旋转来获得足够的速度。 它在地球周围的椭圆轨道上绕了六圈, 并且通过五次近地点加速, 不断提高飞行速度, 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 在发射之前, 这个飞行轨道的设计, 也让科学家们颇费思量。 西方通行的做法是, 用大推力火箭, 直接把卫星送到月球轨道或者月球表面, 但当时, 中国还没有适合执行这种任务的大推力火箭。 此外, 轨道的合理设计, 还和卫星携带的燃料有紧密关联。 在地月飞行过程中, 嫦娥一号会有约十次变轨, 每一次变轨都会耗费推进机, 而总重1.2吨的推进机, 还要用于围绕月球旋转, 因此轨道的每个环节都要精确设计。 于是,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轨道设计师们,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设计了这些超大的椭圆线条, 利用近地点多次点火, 把燃料消耗降到最低。 嫦娥一号的轨道, 实际上包括环绕地球轨道和环绕月球轨道两个部分, 而衔接这两个部分的地月转移轨道, 是整个轨道设计当中最难的部分。 在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海量精密计算之后, 科学家们规划出了最终的奔月之路。 8天之后, 嫦娥一号以每秒10.916公里的速度飞向目标, 月球。 它总共要飞116小时, 才能抵达38万公里外的月球附近。 按照设计, 当探测器接近月球时, 需要通过制动来跟月球保持合适的距离, 然后被月球捕获, 进而改变它的轨道, 实现绕月飞行。 进月制动是第一个挑战。 万一失败, 探测器或在月球表面失速坠毁, 或越过月球飞向无银的太空, 而保证嫦娥一号在该减速的地方踩住刹车, 就需要精准的测量与控制。 不仅对距离、速度要有精准的测控, 角度的测控也极其重要。 目标远在38万公里之外, 测量数据怎样才能更准确呢? 月球因为距离地球非常远, 38万公里, 那么过去我们对地球这种测量, 比如说我们的多普勒的测距啊什么这种, 有时候测的不是很准, 因为38万公里, 稍微有点角度的差异, 可能几十公里就出去了, 那么为了在这么远的距离上, 精确地确定我们的飞行器, 到底是在月球的哪一点, 用到了一种天文学的一种观测的方法。 VLBI的话呢, 就是说有很强的那个测角能力, 它可以到好角秒, 甚至到微角秒的测角能力, 所以如果说能够把VLBI 跟我们国家的USB测控网联合起来的话, 那么就可能会对, 就可能解决这样这个测空上面的难题。 成立于1962年的上海天文台, 是中国宇宙空间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他们就已经开始了VLBI系统的引进和研究。 这种VLBI技术方法, 简单地来说, 就是把分布在不同地方的 几台大型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 达到了一台超大型射电望远镜的一个效果, 在探椅工程中。 作为测控系统, VLBI分系统, 是由中国科学天文领域的, 在北京、上海、昆明、 乌鲁木齐射电望远镜过程, 相当于一台口径3000多公里的一个分辨本领。 它相当于我们地球上一个寄行里有眼睛, 观测着遥远的月球。 在那个卫星从条项轨道 就进入到那个低约转移轨道的时候, 按照理论实际的话, 那个理论轨道跟实际轨道的误差 如果小于2%的话, 那么就可以保证卫星能够正常的可靠的工作了。 那么由于调向轨道, 就是20小时, 18小时的调向轨道, VLBI的加弱, 所以VLBI加UAS比较精密定轨, 到最加上卫星的精密控制, 真正我们实际上从调向轨道到这个邦游轨道, 这个轨道误差只有3%。 2007年11月5日,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各路专家齐聚这里, 每个人都紧盯着眼前的屏幕。 我就在大厅里面, 这个我就在大厅里面进行测控。 还是, 我实际上是很忐忑, 当时是很忐忑, 这个邦游风险本身, 精度要求的比较高。 11时15分, 制动指令发出, 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 一脚刹车, 缓绕。 那次的点火很长, 特别长, 就是那个, 有把速度要从十几公里面, 刹到五公里面要走的速度, 那点火时间非常长。 一直听测控的报告, 好了, 最后来了一句, 被月亮抓住了。 让他们再复查一次吧, 是不是抓住了? 请你们复查一次, 好, 他们又再复查, 复查以后报告, 确实被抓住了。 我们两个人, 再复查一次, 为什么心里面担心呢? 最后第三次报告, 抓住了, 而且烙月球飞起来了, 全场鼓掌。 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抱头大哭, 大家的期盼, 绕起来了, 绕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能力来研究我们中国自己探测到的数据了,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以后还要一步一步要拿到样子,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有很坚定的, 我们很顺利的走过去。 真细性, 是国家民族的真细性, 这一路都非常好, 在继续。 中国长河工程黑手挂了一个精探号, 虽然工程还没有完全完, 但是这个精探号画的精彩, 同志们努力现在入轨的精度非常多, 完全被烙月球捕换, 中国人首饰探业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此之前, 人类曾有100多次月球探测活动, 成功的只有一半左右, 很多国家的第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在几次成功的减速降轨之后, 长河一号在距离月面200公里的轨道环绕飞行, 速度每秒1.7公里, 每转一圈大约用时127分钟。 2007年11月20日, 进入稳定环绕月球飞行的长河一号, 启动各项科学仪器, 正式开始了它的探测任务。 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拍摄月全图。 那么,面对巨大的星体, 小小的探测器, 怎样才能给它拍出一张完整的照片呢? 我记得是下午接近5点开始扫描, 就是这个数据是实时回传的。 我们坐在国家天文台地面应用系统里, 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的。 当时说已经通知打开相机拍照, 结果这个屏幕上啥图案也没有。 我们吓了一跳, 当时都忘了一个基本的概念。 你说那个时候人啊, 糊涂也是, 因为你打开了以后拍了照片, 它传回地球来, 需要1.3秒钟以后才显像。 开始的时候在最上面一行出现了第一行, 就看见有一个数据下来, 一行,两行,三行,四行。 到了大约十几行的时候, 就明显地看出来明暗了, 就是一个小载六的月球的一个当时扫描的图像。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卫星是在围绕着这个月球旋转, 同时月球自身呢, 它也有一个旋转, 经过一定的大概是数百规吧, 这样的数据以后,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相当于一条条带, 一条条带的, 把月球全部盖过来了。 事实上, 并不是卫星探测器进入轨道, 直接打开立体照相机就能拍到月全图。 卫星探测器想要全面扫描覆盖整个月球, 获取完整的月全图。 首先要解决对月定向的问题。 卫星要能够保持对准月球的中心飞行, 传回的图像才是准确的。 因此,需要有一个仪器能够替卫星清晰地 找到月球中心的位置, 对卫星飞行姿态进行实时控制, 及时纠正各种因素引起的姿态偏差, 确保探测仪器始终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才能保证获取完整的月球影像。 这个仪器就是卫星敏感器。 紫外月球敏感器, 它是类似于一个光学的相机, 对月球进行拍照。 拍照之后, 数字图像进入到线路核, 线路核里边有我们的软件, 对这个月球图像进行边缘的提取, 来确定月球的中心在哪。 知道了月球的中心, 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对月定向了。 在月球上, 因为月面物质不同和地形起伏, 局部反射率可能有几十倍的差异, 这意味着月球敏感器采集到的月面图像 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差。 某些区域很亮, 而某些区域又很暗, 这十分不利于敏感器的正常工作。 经过反复研究月面不同物质, 不同地形的反射特性后, 科学家们发现, 如果依据紫外普段进行观测, 月面明暗反差会有所改善。 于是嫦娥一号的卫星敏感器就确定为紫外线敏感器。 紫外月球敏感器选择的普段是紫外普段。 紫外普段就是说我要滤除咱们常见的可见光的普段, 或者是红外的普段, 仅让紫外部分的光线进去。 所以说我给它打了一个比方, 带着一个太阳镜。 紫外它的普段更窄, 应该说它的分辨率和它的边缘的锐度更好, 所以后面采用了紫外的普段去进行一个研制。 于是在不同的光照和表面环境下, 通过紫外普段观察月球, 我们也能很好地勾画出它的轮廓。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月球的直径是3476公里, 嫦娥一号在月球轨道上的高度是200公里。 在这个距离, 要想看到完整的月球是不可能的。 距离太远看不清, 距离太近看不全, 嫦娥一号该怎么办呢? 什么一个镜头能看到一个整个月面? 刚开始我们用球形镜画了发现不行。 这个球形镜探测完了之后, 确实把这个东西看到了。 但是它打到这个CET项面上, 它变形得很厉害。 苍蝇的复眼有多个小眼睛组成, 看得市场很大。 我们在这个里面就创新地提出了一个叫 大市场的八能镜的这么一个符合市场。 也就是说我不是通过一个市场看见月球, 而是通过八个独立的市场, 然后看到八个月球, 然后在同一个成像器件靶面上, 把这八个市场拼接出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月球。 可是把分开拍摄的照片拼在一起, 每个市场之间会不会有没拍到的地方呢? 就在嫦娥一号拍摄月球影像的同时, 另一个来自地球的探测器也做着相同的工作。 日本的月亮女神号探月卫星先于嫦娥一号四十天发射升空。 月亮女神此行的任务之一也是绘制一张全月图。 然而,后来日本公布的全月图像并不完整。 在月球背面的一些地方, 拍摄的图像没有完全搭接上, 有明显的缝隙。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相机它的这个市场角是固定的。 那么你在一定的这个位置上, 它的月面上的这个浮宽也是固定的。 当你的那个, 当你的相机和这个月面的距离拉近的时候, 它的浮宽就会变窄, 拉远的时候这个浮宽就会变宽, 对吧? 好了, 那为什么月球的正面它能够覆盖得很好, 然后在月球背面覆盖不好呢? 就是因为月球的背面它都是高地, 月球的正面大部分都是比较低洼的月海。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高的地方它的浮宽窄了, 所以轨与轨之间, 两轨与两轨之间它就搭接不上。 当时那个CED主要有几个指标啊, 第一个指标是这个浮宽, 就是什么呢? 这个根据我们卫星运行的一个轨道, 它要呈一定的浮宽, 就是你要是说你的浮宽不足以覆盖的话, 那么将来我们承拌的图像它就会有风险, 因为那轨道跑起来的时候, 因为你要是浮宽太窄, 它就风险会越来越大。 为了规避月亮女神遇到的问题, 科学家们把嫦娥一号对月球成像的浮宽, 设为一轨60公里左右。 从理论上说, 300多轨数据就能够将月球覆盖一遍。 但实际上, 为了获得更加完整精密的图像, 嫦娥一号绕月飞行的圈数要更多, 这就对它的续航能力提出了挑战。 在漫长的飞行任务中, 嫦娥一号会断电吗? 对于在太空中飞行的航天器来说, 最怕的就是断电。 因为一旦失去电源, 航天器的导航、通讯、飞行控制等等, 一切电子设备都会失灵。 嫦娥一号是依靠自身携带的 太阳能电池翻版获得能源, 但是在绕月飞行的时候, 每飞一圈都会有一段时间 飞到没有太阳光照的月背上空, 这时的嫦娥一号会受到影响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设计师在嫦娥一号内部安装了续电池。 当卫星飞到月背阴影区的几十分钟内, 续电池可以保证供电。 但是如果有更长的时间不能被太阳晒到呢, 这不仅意味着太阳能电池板不能发电, 气温也会骤降到零下六七十度, 嫦娥一号还能正常工作吗? 2008年2月21日, 正月十五元宵节, 嫦娥一号将要面临长达五小时的黑暗之旅, 因为月全时来了。 如果这个情况下来的时候, 可能那个新型的电要放电70%, 这很有风险, 电池放得那么深, 你还能冲得起来吗? 放得那么深之后, 卫星有些保密的基础, 电就供不上了, 你温度下去了, 热空没电了, 那管轮会被冻住的, 一冻住的时候, 你从你在近年的阳晒期, 你想调子迅速开始充电, 我没有能力去调, 这是个悖论。 此时, 科学家们面对的是一个最简单, 却又最困难的任务, 选择哪个仪器能关掉, 哪个回路能关掉, 怎样才能在不影响任务完成 和卫星运行的情况下, 将电池中有限的电量 合理分配给必须的设备。 树船是肯定要保, 控制肯定要保, 推进肯定要保, 出了越车之后, 一个指定上去, 让控制行动转转推进向, 那指定得上不去啊, 你别竖管, 侧控的电都没了, 我指定发费不接收, 那我咋抢救啊, 这个死活着得活着, 计算机是马上投入要进行 自贷控制, 因为飘来之后, 自贷肯定会飘嘛, 我们那时候已经无控装在飞行, 基本上, 飘来之后立刻把发贩直向太阳, 让它全程充电, 而且让它最冷的地方先晒太阳, 去晒它,晒热它, 这些自贷控制就是要控制行动完成, 就是我们这个行动完成, 你管路肯定不能给我掉电, 你掉电的话, 原来没见过, 调字调不了, 拿啥晒, 这几个它是死亡了。 这次越泉史, 似乎并没有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因为它恰好发生在北京时间的上午, 中国公众无缘直接目睹这次天下, 但是, 对于每一个肩负嫦娥一号任务的科学家来说, 却是惊心动魄, 北京时间13时09分, 月亮复原后, 嫦娥一号再一次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工作人员从姚测的信号中看到, 此时蓄电池的电已经消耗了50%, 放电没到那么深, 整个系统都保住了, 很顺利地通过越线。 危险解除了, 嫦娥一号恢复工作, 在之后的工作中, 月全图顺利完成。 累积下来, 最后我们做全月球影像图的时候, 一共是500多贵数据。 2008年11月12日, 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图片发布,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 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 完整的高精度的月球表面影像图。 今天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在探月工程的网站上, 直接下载这幅具有120米分辨率的全月图。 我们用了一年多, 把整个页面覆盖完了, 覆盖全了, 当时来说应该是全球覆盖最前的一次。 这个图的分辨率和定位精度, 应该说在当时是全世界精度最高的, 最完整的,百分之百的长额工程, 自己的数据覆盖。 完成了全月图的拍摄, 下一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 嫦娥一号用一张高清晰度全月图, 揭开了月亮女神神秘的面纱, 而后她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 月球上有哪些有用的物质成分和含量, 那么我们要对月球的矿材, 它就有些什么化学成分, 那么这个方面就用它了。 我们有一件事情全世界都没做过的, 因为月球上有一种资源, 可能是未来核聚变发电的一种主要的资源, 叫氦3。 氦3是一种无色、无味、无锈, 稳定的氦气同位素气体, 是被世界公认的高效、 清洁安全的核聚变发电燃料。 科学家计算, 10吨氦3能够满足我国全年所有的能源需求, 100吨氦3便能够提供全世界一年的能源总量。 当地球上的化石能源消耗殆尽后, 氦3很可能成为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替代能源。 然而地球上的氦3蕴藏量很少, 已知的储量只有500公斤左右, 但月球上却富含氦3。 这些氦3来源于太阳风, 由于月球缺少大气层的保护, 太阳风携带的氦3粒子可以直接到达月球表面, 并被土壤吸附积累下来。 月球上的氦3真的可以为我们所用吗? 中国探月工程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通过测量月壤厚度, 对月球的氦3含量和分布, 进行一次从空间到实地的详细勘察, 为人类未来开发利用月球上的能源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在人类探月历史上也属首次。 氦3大概是这么估计的, 就是每一立方或者每一吨月壤里面含多少颗氦3, 然后整个月球看它的月壤的厚度有多少。 根据这个厚度我们就可以知道, 总共的全月球有多少氦3的资源,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做出来。 所以这个数据一公布以后, 大家信心满满的, 为什么? 有100多万吨。 这是一个新的, 全世界没做的。 我总要做一两样, 这个带有新的创新性的工作, 这个做得很圆满。 在环绕月级的轨道上, 嫦娥一号不知疲倦地飞行。 16个月过去了, 全月图顺利完成, 关于月壤分布的数据全部传回地球, 其他几项任务也都陆续完成。 但是嫦娥一号已经超出了它的设计使用寿命, 携带的燃料也快要消耗殆尽, 茫茫太空中它将何去何从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